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翔 那這支影片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Galaxy Note 5 在12月中有一次大的更新 那這個更新的內容主要是把之前 Galaxy Note 7 的部分的功能 包含它的這個操作介面 跟感應快捷環裡面的幾個比較新的功能 像是懸浮翻譯、懸浮放大鏡、懸浮視窗切換 還有Sensor Note 筆刷調色的功能 另外還有智慧選取裡面有新增的 GIF動畫截取的功能 那這些功能在更新之後 都在Note 5 上面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那現在在畫面上這邊有兩支Note 5 那當然它裡面的系統是不一樣的 在右邊這一支是還沒有升級的系統 那在左邊這邊是已經升級的系統 那我們可以從介面上來看 其實兩個介面在這個細微上面會有些不同 你可以仔細看一下我們切換到應用程式選單裡面 你可以發現到有些內建的應用程式有沒有 它的這個圖示就已經經過重新的設計 那另外下拉功能面板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這個設計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樣 設計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我們進入到設定的選單裡面 這個設定的選單 這個操作的介面也都是完全不同的 那如果你之前有用過Note 7 的話 那現在其實新版升級 升級後的這個Note 5 它的介面就是 整個就是Note 7 的介面 那另外比較大的不同就是 在剛剛提到的感應快結環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舊版還沒有升級過的Note 5 我們一樣把S-Pen抽出來 那它感應快結環的功能就是有 快結MEMO 智慧選取 然後快速截圖 然後還有這邊預設是S-Note 這個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升級過後的這個Note 5 我們把筆抽開 它感應快結環的功能就比較不一樣了 除了原本的快結MEMO以外 那智慧選取也有 那快速截圖也有 那另外就多了這幾個功能 包含就是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這個懸浮翻譯的功能 還有這個可能長輩比較需要這個 懸浮放大鍵功能 那另外還有叫做懸浮視窗切換 它可以快速的讓你在兩個不同的視窗中間 去做快速的這個替換 那待會來幫大家示範一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懸浮翻譯的功能好了 這功能其實就是讓我們在畫面上可能有 外文單字需要翻譯的時候 除了網頁以外呢 如果你有一些實體的文件 像菜單或書籍也可以先拍照 拍照後之後再透過這個功能來翻譯 那我們先打開這個瀏覽器 我們切換到一個這個英文的這個頁面 好假設說頁面上面有一些 這一個單字我們需要查詢 我們一樣喔 感應快捷網打開 選擇這個懸浮翻譯 好那上面這邊就會有懸浮翻譯的工具 那這邊就是可以從英文翻譯到中文 那這個語系我們可以自己去調整 它支援的來源的語系還蠻多的 好的可翻譯的語言其實也蠻多 但是這兩個組合可能會依照你選擇的 這個切換翻譯的語系不同 它可能會有一些限制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要從英文翻到中文 譬如說這邊有單字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筆移到想要翻的單字上面 好它就會出現這個單字的翻譯了 我拉近一點看好 那我們也可以去做發音 好我把聲音開大一點給大家聽 好那這邊其他你看到的這個單字都可以直接滑動 然後直接不用碰到螢幕 大概懸浮在畫面上 留一點空隙它就會去做一個翻譯了 其實這個功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你點到哪裡它就翻譯到哪裡 然後也可以去做發音 好當我們在閱讀這個外文的這個資訊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功能就非常非常好用 那這個功能的話它是直接取用Google翻譯的這個資源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你會需要做聯網 好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功能 叫做這個懸浮放大鏡 好那我們一樣好了這個頁面來做示範好了 好假如說這個頁面上面有些字你可能看不清楚 你一樣在感應快捷環的地方 我們直接啟動這個懸浮放大鏡 好上面一樣會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它可以移動 也可以去調整它的比例 好最低是150% 那最大的話就可以放大到300% 就是3倍 那這個時候一樣喔 比懸浮畫面大概1公分左右 其實就可以感應到了 那你需要去放大字呢 它這邊就會自動去做放大 包含圖片也是一樣喔 圖片這邊你可能需要放大 也是可以直接做放大 你只到哪裡它就放大到哪裡 那這個功能其實 對於可能長輩來講會是比較實用啦 你可能畫面上看不太清楚 這功能可以直接去做一個翻譯喔 好那另外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叫做懸浮視窗切換 好這個功能是做什麼用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正在上網查詢資料 那這邊有一些頁面是 的上網查詢資料是我可能需要的東西 那這時候我一樣喔 我可以啟動感應快結緩 然後我點選懸浮視窗切換 那我目前使用的這個網際網路 它就會出現在右下角 那我只要把筆移過去喔 它就可以快速的切換 這個視窗的內容 我把筆移開 它就會再縮小 那移過來的時候 其實它也是可以操作的啦 只是我們筆移開之後呢 它就會縮小回去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去 搭配其他的功能 譬如說我想要用 Sansom Node 去做這個筆記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 直接選擇視窗 我來快速查看之後呢 我再回到Sansom Node 去做一個筆記的動作 這個功能其實就還蠻方便的 那如果你不需要用的話呢 按住這個視窗喔 往上拖拉到儀儲 好就可以直接刪掉了 好 那這邊就是主要的這個三個功能 那我們這個影片就先介紹到這邊 好 那其他還有升級後的功能 那會在另外一個影片去做介紹 好掰掰 掰掰